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剑、温豪杰编剧《唐国强》、侯金剑、刘靖、王武福、郭连文等主演的革命历史剧 该剧讲述了毛泽东从韶山出生、读书求学到参加革命、建立和治理国家的一生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该剧坚持用细节说话、用故事打动人、开播至今毛泽东与父母的感人心情 与妻子杨开会的东纪念歌、与儿子的细腻温情令不少网友类奔 直言主席变身而难 该剧所讲述的内容不但是为了表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而是让观众从事件入手了解这些事件对毛泽东的人生起的作用 同时观众也会明晰这些事件是如何改变了毛泽东的情感、性格、思想、精神 以至于他的人生道路为了真实而易数的全景是展现为人毛泽东一生 电视剧毛泽东主要以1893年毛泽东同志诞生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展现了毛泽东求学立志 辗转全国探索救国救命道路的争容岁月 以及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 此前有关毛泽东的影视作品大多侧重表现各个时期的历史大事件 剧中毛泽东成了事件的配角 而此剧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主角 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高超的艺术手法相结合 展现他的革命历程为全国观众奉上一部乡村少年成长为伟大国家领袖的奋斗史 并再现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设会到现代化强国的民族复兴梦 为观众呈现有温度的毛泽东为了更好地将这部乡村少年成长为伟大国家领袖的奋斗史呈现给观众 该剧由高熙熙担任总导演将剧组分为了四个设置小组 辗转全国各地同步拍摄 演员阵容除了有唐国强 刘静 王武福组成的铁三角以外 还将有900余个重要角色出现 这也是当年国内电视剧角色数量之最 其中唐国强扮演的是尊义会议 42岁之后一直到建国大业完成56岁的阶段 青年演员侯经健则扮演的是毛泽东赛米殿学徒时期 14岁到尊义会议 42岁的阶段 两位主演在延安草原完成的革命交接工作 而这样强大的剧组制片棒来自于国内电视圈金牌班底的强强联合 由中央电视台 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和光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 在开国大典前夕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前 毛泽东心中想的是什么 他脑海里呈现的是什么画面 在北大卫名湖上 毛泽东和杨开会的东西两个是如何展开的 接受采访时 总导演高兮兮谈言 这些细节就是他想拍给观众看的 因为揭拍此剧时 他相当诚惶诚恐 这方面的作品已经不少 如何重新表现毛泽东的一生 不落俗套 我最初的目标是 想拍一部人民戏 有温度的戏 与普通人贴近了伟人戏 有基本准确实实的戏 为此 编剧黄辉花了五年时间查资料 更两进党使馆 驻扎在里面找资料 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解的 我们尽量达到别人用过的就不去用 高兮兮举例 早年唐国强参演的长征篇幅V24集 在毛泽东中这部分内容被缩减成万集 重彩集中再达到延安以后 细节是历史的表情 通过大量历史细节 达到艺术作品和真实历史的高度统一 真正实现拍摄以来的口号 有温度 高兮兮表示 给观众一个有温度的毛泽东 给真实历史一个有温度的在线过程 带给观众与过往伟人题材作品不同的艺术享受